轉眼之間,比特幣價格還越18000美元,以走勢推敲,創新高的機會甚大,與兩年前的情況不同,今次的聲勢未見傳媒大肆炒作,甚至網絡上關鍵詞搜尋次數亦大有不如,炒作氣氛未見瘋狂,但可能續航能力會較好,比特幣早前得到PayPal加持,所以稍微加注ETF,其實只是大大聲勢勢著, 當作考考眼光,佔組合比重約1%而2,勝在波幅夠大,勝負亦算有點意思,並非打算炒作,純粹資產配置,對充美元霸權崩潰的風險,買比特幣與買黃金差不多,可說是買保險,也可說是抱著綁匪心態,以低價買入獄參,一旦到金融系統崩潰的時候,就可以勒索其他未有準備好的平民百姓, 投資者設另類資產,基本上對社會沒什麼貢獻,所以不者向來都是主力股票,好公司賺錢是因為能夠解決客戶的需要,為社會帶來進步,創造價值,相比之下,不者寧願勢注買比特幣,勝過大注買黃金,爆發力大有分別,近期比特幣走勢拋掉黃金越見明顯, 應該是新一代綁匪,對於年華老去的黃金越參興趣不大,既然結局是金融系統崩潰,財富大洗牌,明知有大批黃金在既得利益者手上, 何必還要遵循他們的想法,倒不如徹底重寫規則,逆轉貧富,所以, 比特幣和黃金本質上還是有頗大分別,判譯元素高得多,一般中年大叔未必明白及認同上述邏輯,對於比特幣和黃金近來背驰的走勢,大或不解甚至破口大罵,其實泡沫從來都存在,比特幣和黃金根本沒有什麼實質價值,只有心理價值,又何必太認真,金融市場走勢反映逐漸由新一代投資者渣裝話事, 與其責怪他們未見過世面,胡作非為,倒不如理解他們的想法,順勢而行,無謂與市場作對,不者也是一把年紀,轉型當然面對困難,也是邊學邊做,所以投資組合分散極之重要,把每個戰役的重要性降低,才能放輕鬆並棄成見,向市場學習,躺若永遠認為是市場錯自己沒錯的話, 結局一定是眾人皆罪我獨醒,承守中國鐵塔00788之旅的好鼓等翻身 優秀,承守中國鐵塔007.